我们就继续来关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在台湾时间9号凌晨1点半离世 享受96岁 女王去世前 英国媒体就受到了不寻常的气氛 重要皇室成员立刻赶往苏格兰 威廉甚至自己飙车前往 唯独哈利王子泰湾抵达 没有见到女王最后一面 而继任王位的查尔什三世 已经转飞伦敦 预计明天也就是周六凌晨1点 发表全国演说 96响皇家礼炮 每一发都向伊丽莎白二世 至上最高敬意 英国女王死讯发出当下 白金汉宫外同时出现两道彩虹 各大英国媒体主播 更换上代表哀悼的黑色服装 驾崩消息震惊全世界 因为一切发生的太突然 当天女王三位曾孙 才牵着威廉凯特的手 开心送去新学校 没想到几个小时后 短短几字声明 却吓坏所有人 英国国会里一张小小纸条 从手下往外传 不少议员们看到消息脸色大变 白金汉宫的声明太不寻常 接着又有更让人忧心的发展 查尔斯卡米拉和安妮公主率先抵达 威廉王子更是搭飞机 下机后亲自开车 飙进苏格兰城堡 就是这辆由威廉驾驶 副驾做了女王次子安德鲁 后座在的是爱德华王子 和他的妻子苏菲 皇室成员几乎全赶到女王身边 哈利最后独自一人 从伦敦出发 但台湾时间凌晨一点半宣布死讯时 哈利还在飞机上 来不及见祖母最后一面 从照片可以看到 哈利神情相当落寞 两天前女王任命新首相 就被发现从手背到手指 都出现明显淤青 似乎是掉点滴留下的痕迹 其实过去一年半 女王先经历丧夫打击 去年十月也开始拐杖不离身 八年来首次在医院过夜 今年二月更确诊了新冠肺炎 最后死因目前还没公布 虽然女王近年身体状况 明显急转直下 没想到仓促离世 还是让大家相当错愕 从美国法国到巴西 知名地标纷纷点灯哀悼 伊丽莎百二世在全世界人们心中的地位不言而喻 第一遍新闻中报导 英国女王伊丽莎百二世驾崩 英国政府也启动所谓的伦敦桥计划 接下来英女王的智商事宜 详细内容在里面记者张以兴 英国的百姓汉宫是在台湾时间九号的凌晨 宣布女王过世的消息 而之前很多人就知道说 其实英国政府英姓女王过世 是有个伦敦桥计划的 不过女王她其实是在苏格兰过世的 而在苏格兰过世又有另一个叫做独角兽计划 女王过世之后 英国会全国降半期 另外也宣布女王过世的这个消息 隔天也就是明天 她的儿子查尔斯就会继任成国王 目前已经知道了 她会是查尔斯三世 接着女王的遗体会暂时停留在苏格兰 会移到爱丁堡的荷里路德宫 另外也会在离荷里路德宫不远的圣吉尔斯大教堂 来开放民众来调业 预计是在第四天的时候 女王的灵鹫才会搭乘皇家列车回到伦敦 会先前往白金汉宫 接着到西敏宫开放群众来调业 预计葬礼会在第十天的时候 在西敏寺举行 然后会下葬在温莎城堡 葬礼这一天 英国的股市会修饰 大笨中预计会在九点的时候民众 而当天预期也会有各国元首 前往伦敦来调业 伊丽莎百二世在位七十年 她是全球在位最久的君主 女王一生经历王室各种风风雨雨 像是戴妃过世 哈梅脱离王室等家族丑闻 不过她仍然努力将王室责任置于一切之上 女王早在担任公主的时期 就像英国人民许下不论人生长短 她都会全心奉献给国家 英国白金汉宫外民众自发性演唱英国国歌天佑女王 女王版的国歌一唱就是七十年 以后要改唱天佑国王 民众一时间要改可能还不习惯 一整天与王室有关的地点 不断涌入前来献花的民众 在温莎城堡外 有民众泪流满面 不敢相信女王 真的已经离开人世 拔好入业以后 伦敦街头又下起雨 马路上英国招牌黑色计程车 刻意整齐列队 也是专程来向女王致敬 英国女王其实是在命运巧妙安排下接班 当年因为她的伯父爱德华发誓 不爱江山爱美人 突然放弃王位 父亲乔治六世意外接班 女王才化身第一王位接班人 由于乔治六世在位期间爆发二次大战 伊丽莎白耳濡目染 感受到王室责任的重要 她早在21岁生日还是公主时期 就向全民承诺会毕生奉献国家 结果这一奉献就是70年 成为全球在位最久的君主 在位期间她总共历经15任的英国首相 也会见过高达14名的美国总统 她总共访美六次 1991年也曾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 近几年则留在英国 接待过美国前总统欧巴马和川普的人 见到女王对外国领袖而言 也是一种光荣的象征 尽管王室无权干涉政治 但对英国人而言 女王就像是一个安定人心的存在 在公式上女王尽心尽力 但难免历经王室内的动荡 包含1997年戴妃过世 还有2020年初哈梅脱离王室 紧接着又有安德鲁王子卷入性侵丑闻 但女王面对家丑 秉持不抱怨不解释的原则 努力撑住王室尊严 似乎生怕儿女出包 女王年纪再大也没有宣布退位 到过世的前一天都还在上班 而如今长子查尔斯在担任70年的王虫后 总算升格为国王 未来他如何让君主制 持续在英国处于不败地位 成为重要挑战 TV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